樱花盛开吸引许多赏花的人潮还有车潮 为了舒缓花季期间民众塞车的心情 但水井奔局也张贴了幽默的公告 一块去了解 天元宫花季在二月农历年之后告一段落 接下来三月天元宫的吉野印将要来临 而日前在天元宫的停车场也发生过 找不到车位还有塞车所引发的行车纠纷 双方上演全武航 而为了避免观光客来赏花 人潮多道塞车塞出一股子气 但水井分局水源派出所就贴出了呼吁公告 但这个公告内容相当有趣 因为本所辖内的天元宫近期的樱花有盛开 引发大量游客前来赏花 为了预防民众因为人潮与车潮拥挤 产生不必要的口角纠纷 坏了赏花性质 但水分局特地制作了一种幽默又好记的标语 打赢送法院打输送医院的文宣 同时附上打架所衍生的刑事责任 张贴在天元宫附近的超商公车站牌外 提醒民众不要打架 因为不管打赢或打输吃亏的都是自己 派出所表示为了要舒缓大家塞车烦躁的心情 日前看到网路上有趣味的标语 因此加以修改之后变成了不要打架 打赢送法院打输送医院的趣味幽默话语 希望引起大家注意 对此看到的民众都觉得好有趣 要脚筋要怎样才不会摩擦 不错啦不错啦 不错啦 OK啦 OK啦 只有双向能单向通车 如果旁边还有违规停车的话 肯定会把整个道路都拥塞 毁堵造成毁堵 就容易产生民怨 我们也是希望大家能快快乐的来出门 来赏花账 民众认为有贴这样子的警语相当有趣 警方表示在斗大的标题下方 不仅是有附上英文翻译 还有小字样写着打架成本高 会有许多的行则与罚则 更提醒大家动手前要三思 而这些都是希望用幽默风趣的标语 来化解大家塞车的烦闷心情 也希望大家可以带着一颗愉快的心来赏花 记者许多爱意在学习上网报道